大家好,我是九龍豪宅Kathleen Go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阿里德華台的樓盤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 阿里德華台在2000年落成 它總共有186個單位 屋苑是用一個落地玻璃的大堂設計 感覺非常光暗 我們現在一起去看看單位吧 這個單位實用面積是由906呎 我們現在在看的就是飯客廳 這個屬於V型的飯客廳設計 其實都很容易擺位 因為地方夠大 所以看到飯廳區乘長方形 客廳區乘長方形 兩個加起來是一個V字形的設計 客廳的窗就是承諾地玻璃窗的設計 看到的就是河文田一帶的遠流景 飯客廳加起來都差不多有240呎 從這個角度看到其實都很容易擺位 單位屬於三房一套的間隔 我們現在先看一看主人房 主人房業主沒有放任何傢俬在這裡 這個狐形窗可以飽覽河文田一帶的遠流景 近主人浴室的位置都做了一大排的衣櫃 主人浴室是正實用 保留用浴缸 這間客廳就做了部分的裝修 保留一個衣櫃和一個書架 另外那間客廳就沒有放任何傢俬 兩間細房面積都差不多 下次也保養得不錯 兩個洗手間都是油窗 廚房就在入門口的左手邊 廚房面積相對闊落 備餐空間也很充足 工人房就放在廚房裡面 業主因為沒有用工人 所以打造成一個儲物室 多謝大家看完這條片 喜歡的話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條片見,拜拜 中文字幕臨劉 Kart